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赛车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WZ对战RDG的技术赛抽签环节 根据规则本场技术赛赛道将从此前选定的赛道池中抽取一张 本周的赛道池包含超弦基地天空之城角色江西三张赛道 下面有请裁判为我们带来抽签地图 本场技术赛抽到的地图是超弦基地 本场技术赛的获胜者将获得2分2个人竞速与1分1个人竞速手投的选择权 再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解说席 超弦基地上一次凌晨的超弦基地是赢了蛋载的 有故事 我抽的 这是个加成吗 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其实那场比赛蛋载跑得也不快 就失误多 也不是不快 是失误多 凌晨的话 稳 而且从他的操作上来看他的上限是高的 但他今天遇到阿康 阿康我觉得是更稳 这一堆二维组合在这个赛季是可以媲美 RSG的 那当然 他们是展现了非常非常强的 或者是上限非常非常高的一堆二维组合 说到上限 我觉得WZ的下限可能更兜得住 兜得住 所以他们的胜率率能如此之高 破记录这件事呢 可能也没有说那么夸张 俩人加一起 破的记录可能跟风仔差不多吧 但是 就得分高 两个人都很稳定 俩人都不挖打坑 偶尔 偶尔阿康挖 但很偶尔 而且 大多数时候明明都能顶得住 撑得住场面 是的 而RPC这边呢 越上上限高 但是兜不住 这个是他这一整个赛 或者说这几个赛季以来的缩影 在2v2阶段啊 我们不提solo 是 而凌晨的话可能 更多的这个下限来斗啊 是凌晨来斗 因为凌晨其实本身对于他来说 不是一号位 他需要承担的责任 其实没有越上那么多 他只需要兜住他那一份就够了 这俩人呢 这俩人呢 就俩弹簧 对吧 他们的可塑性 其实要更高一些 是 但是他们现在所展现出的东西呢 确实要少一点 来 超悬基地 元机之星 然后一起生活 看一下 看一下地板 人能比明星 那个季度快 刚才 阿旦是个22吧 我记得 没错 但不快 嗯 22是不快的 我觉得 你正常跑 跑个21 一定得进21 才算是合格 单刚才那个2 其实都 赢了 都够用了 对 没有用 所以我说第一次 能不能比明星这个快 因为这样图确实不好问 对 接路是23是吗 可去西夫的话 凌晨 可去西夫的话 略快一点点 那阿康会不多 快出去来说再调整 阿康这边节奏更顺一点 是 凌晨是有一个 拖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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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 其实感觉每一个弯的活是什么15点 但是每一个弯都是15点 他组起来之后又是了 对 对 两个人断蛋的节奏不一样 对 阿康的这个节奏更快一点 对 对 连续一个第二圈 这应该是比刚才 蛋看着快一点 没有 阿蛋刚才是跑进了4-1的 4-1的 好 1 比第二次的阿蛋快 啊 是 哎 这里可能延不上 哦延上了 OK 但凌晨追得很快啊 是的 1-3-4 掉上来之后 已经不差零点 0秒 那么凯晨那道 一样的速度了 哎 哦呦 那道被凌晨挤开 哈哈 没有对抗 是 确实没有对抗 这直接延续过来 最后快出1分22秒97 哎 凌晨第二次要追得坏 是 这个上线以下就体现出来了 嗯 凌晨的计时确实 能快 对 他上线是真的很高 就从他的微操顿的看得出来 嗯 每名选手的快出的节奏给你的视觉冲击是不一样的 是的 你看 我们联赛可能你要说最极限的是宁钦 但宁钦的那个快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拼拼无奇 他就是很稳定的这么快 哦 你也不会说很夸张的 那一下子那么快 宁钦其实更多的是他所有的技巧结合起来 他是最快的 特别是他的点票非常的突出 其实也得说一下 他快出也挺快的 因为他快的稳定 对 所以你不会感觉说 会很夸张 然后你要看像凌晨以及像 包括像阿旦今天跑的那个超新基地 他那个快出点出来 就有这么几个万年会感觉到 哇 这个侧头的硬拉才能拉回来 来吧第二次挑战 我觉得凌晨这个成绩可以再提 而且必须再提 因为阿康来跑的话 他只要杜绝失误一定能比较成快 对 但其实对阿康来讲的话 杜绝失误这四个字 其实也是从他打职业联赛 到现在一直在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有选手都是 但是对阿康还是稍微快一点点 主要看阿康 这里快出路地 还好 这次 哎 但凌晨 还是有失误 对 还是有失误了 可以看左下角 阿康的 掉下去了 完了 那只能看阿康了 凌晨这一局是一定突破不了记录了 阿康的快出点的就是 频率不是很固定 嗯 快一下慢一下的 对 他会视情况而定 哎 这里不断蛋了 对 有点求稳 但求稳也行 刚才的 41.99 我说刚才阿康对手 其实也是 选择了直接延续过来 重了 对 但其实那不快 少了不怕机甲背道 更多的是这些快出玩 以及这个 段红飘 那段红飘过来之后 其实 正常来讲是没有失误点了 而且本身 看一下 要快 22.97 应该是要快一点 而且凌晨的影子被甩到后面 嗯 阿康 首途选途全要来了 连续 这里还直接沿过去吗 还是沿 WCWW 22秒92 坏了0.05秒 哈哈哈 够了 那 微弱优势 几千换育来了 对 通过最后这0.05秒的微弱优势 是帮助了WC拿到了首途的选择权 是的 哎 对 凌晨来讲也很可惜啊 但是 失误点太早了 嗯 早早出现了一个失误之后 掉下去就 确实后续没办法 可圈可点吧 我觉得 因为 第一把凌晨的领先也是凭借着自己第二圈的极限 嗯 追上来的 是 然后阿康的话 一问之声 有的地图确实你就适合这种 吻的 这三张 既是常在的地图 哎 黑空之城 角色将心 以及超线基地 对 只有个超线基地 你只要吻着跑队的移 其他两张图你必须得提前 但是 这个